警察不只是為何人民安全 其實也能維持下期的提案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 立正是進行交接 市民委席是面對新立的局長方洋林 可以率領警察統領 共同守候市民的安全 也來打造一個更安全的台南市 新春年的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長方洋林 在台上進行宣誓 由市民委席担任主席來主持這處的警察局長 告知典禮 治安工作是所有市民 有關生命財產安全 以及關心他們人權的一個工作 因此我想對於這項工作 我們對於警察的執法 能夠維護治安有深切的期待 那過去一路走來 我們一棒接一棒 立任的局長都做出了相當的貢獻 我們也期待 新任方局長 弘扬努力 來為市民守護 生命財產安全 市長感謝新教長專有貌 對台南議員的負責 當時也希望新任教長 可以帶領警察董事 作為打招 達成一個安全 更幸福的神奇 再來參與到十點內的 經警訴訟復甦領利用過 也利用這個機會 向董林提出 改善治安的方法 防犯漢事發生最重要的因素 是人跟態度 巡邏不在於看到犯人 破獲犯罪 而是看到環境 遇見犯罪如何防治 當員警依專案專業訓練 與經驗判斷 發現環境有所不足 例如雜草過高 有安全的顧慮 或是間勢氣不足 路都不亮 這些情況應該及早提出 市長標示 在這間工作不太好 只有更好 在台未來可以 埋向在安靈世界環境 共同收穫市民朋友的 生命財產安全 現在林嘉宜李晨宇 新亞庫彩虹不得